由一群年轻人所发起的无肉市集 近年来在全台各地巡回社滩 也造成了热烈的回响 廉价期间是首度来到了花莲 50多滩主打无肉的特色滩商 一次排开是在慈激大学热闹的登场 以裸卖裸买的方式 短短6个小时的活动中 就吸引了近4000人次到场消费 强烈火焰在寿司上烧得直直坐向 民众拿着餐盒排出长长人龙 这是28号首次在花莲登场的无肉市集 现场不管是生煎包炸鸡腿还是肉丸 想得到的美食应有尽有 但最特别的是这些料理全都是树的 活动才刚开始没多久 现场已经挤得水泄不通 除了有许多树食者前来满足味蕾 也有吃荤的民众好奇的前来体验尝鲜 所以你平常是吃树的 我不是 可是我想说树的东西可以做那么多样 我觉得蛮厉害 就想尝试一下这样 我本身是树食者嘛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场很多的 那个都蛮有创意的 然后也是平常很不太容易吃到的 创意口味 对然后就想说来买买看吃吃看 那我们发现很多的客人 在意的是好吃的味道 应该说熟悉的味道 有一部分客人其实并不在意 是不是吃动物这件事 我在想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味道 转到植物上 那也许能够帮助非蔬食者 可以开始蔬食这件事 无肉市集合慈激基金会 与慈激大学合作 在228年假期间 首次来到花莲 50多摊主打无肉的特色摊商 一致排开在慈激大学热闹登场 以罗麦罗买的方式 倡导零废弃的理念 这次总共全台湾每个地方集结了50几个品牌到这边 那我们希望裸卖裸买是因为一开始我举办无肉市集的时候 我发现我举办一个市集是为了环境更好 但是无疑之间我也造成了更多的垃圾 就是一次性的垃圾 那后来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到 让这市集变成一个裸妆跟零废弃的方式来呈现 那因此我就跟我的团队跟我的厂商能够协调 大家不要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个地球更好 然后也从中可以培养每一个人 他们都习惯从要去外面饮食的时候 他们可以自备环保餐具 让这件事情可以真的完全 比较自然的方式去落实到他的生命里面 我刚逛了一下 我看到他们这个除了推述之外 他们也是鼓励大家尽量用这个 在用品上面 也就是希望是没有从动物产生的这些材料 那而且也是鼓励大家要珍惜这些资源 我想跟实际的这个要 我们提倡这个简约 而且提倡这个负责任的消费的行为 这些都是非常理念非常契合 这场环保熟食饗宴在短短六小时中 就吸引到近四千人到场共享盛举 现场除了丰富的摊商市集 还安排一连串的音乐饗宴 希望以最贴近民众的方式 让更多人认同饮食新观念 记者 许丽晴 花链市报导